欢迎回来 非常可惜啊 这个尽管啊 对于杰斯大来说 咱们中国选手在败这组决赛是先赢了一局 但是也破了我的颜色未知论 诶 时隔那么多年 难道这个一轮有失误吗 看来以后还要继续的完善一下理由 哦 对了 首先映入眼帘 出现点位在上方 但是云拿是一个倒霉的绿色 绿色是相对来说颜色未知当中 相对比较偏弱的一个颜色 只能这么去圆这个事情 好 我们看一下论坛 观众们对于这场比赛的看法 直接说过了 今天我们这个人都到齐了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发体来提问 所有问题我一个来解答 我看一下 77楼 二楼 大师是不是跟弗兰奈去开房了呢 没错 他们是去开房 78楼的观众说 龙哥 杰斯大哥今天要赢啊 龙哥祝福一下于娜 这放心今天不用我出手 相信杰斯大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79楼的观众说 好久没来了 居然赶上更新了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这个问题比较尖锐了 论坛第80楼的观众 论坛27级啊 27级的老观众了 论坛什么时候升级啊 博彩什么时候好 这个问题我也 其实跟大家一样着急 论坛什么时候升级 现在是王健康在那边负责 当然大家可以去 s查一下 或者如果您脾气不少的话 可以上微博去骂他 绝对可以说任何的话 没关系的 如果大家不知道他的微博的地址的话 我可以把他的手机号码在论坛上发出来 大家可以去问问他 博彩的话其实我也蛮关心的 尽管我这个人跟博彩是没什么大缘分的 因为实在是没有钱去下博彩 但是我也非常这个期待啊 当然等到论坛升级好的话 我相信大家会看到一个全新面貌的PU 真的是全新面貌的PU 还有观众说 想不想蛋糕卖蛋货就看今天表现了 这位观众说的就比较的让人使唤了 这是杰斯塔最想要的 今天也失望大家 这个支持电竞选手在就业 杰斯塔是我们美丽的蛋糕店的老板 现在跟他的夫人一起来经营这个 制造浪漫制造美味的这家蛋糕店 大家如果对于今天杰斯塔表现好 如果他赢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多上杰斯塔淘宝店 给他买个蛋糕 当然了 如果您这个皮质好的话 也可以多买几个 可以寄到PU栏 上次我吃了大概一个星期的蛋糕 感觉太好吃了 真的太好吃了 好 问一下选手师傅 已经是准备就绪了 第二期间准备就绪了 看来鱼非常的不服啊 在那边发了好多韩文的乱麻字 我都看不出了 好 选手准备 这就是我们今天进入第二场比赛 加油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永不消息的青春第十五期 今天是我们中韩对抗赛A组 败者组的决赛 画面当中 蓝色的神族 我们看一下是哪一位 是这个金黄色 屎黄色的神族 还是我们的杰斯塔 跟上一盘一样 哎呦 这次出生点位在上方 首先因为眼帘 这次出生点位在下方又是碗印如眼帘 颜色又是非常悲催的绿色的 就是那次韩国的选手 直接2比赛 打破我们进入第三局吧 真的 这局我打包票 不服的观众可以上论坛跟我单挑 绝对了 好 这边论坛上面90楼的观众 C-H-M-L-Q-W 是我们这个老玩家的 老玩家的 所以一看这个等级和ID 是非常的熟悉 他说那个地方不应该被卡住龙旗 我一直都是这么造的 你肯定不是这么造的 那个龙旗确实是被卡住 主要它的那个B-Y 控制核心给造错位置 是吧 两个B-Y是没问题的 那个控制核心造错 原来选择双兵 这不是Friend的战术吗 Friend的打了一辈子心机就会这一招战术 升卓双兵 大家第一次又被探到了 天 这杰斯大 杰斯大用双兵 我刚想像天柱杰斯大也 后来想想不对 下面是云南 看到对方造双兵 取消自己的气矿 取消气矿也是马上补了第二个兵 这样的话其实 因为探路确实是被云南早探到了 所以这方面运气对于他来说却不错 哎呦这边干嘛 这边已经造好水晶了 你看这就是细节 相比上一盘的话 杰斯大就做得很好 把对方的这关键性情况给分住 关键性水晶的地方被分住 好在杰斯大这边探路也算是第一时间看待对方了 所以知道对方是准备做好了应对自己双兵RUSH的准备 那是否要 像真心的出个两个兵 这就可以了呢 这也能分住 风是没完全分住 只不过也确实影响了杰斯大这片空的开采 是吧 还有这两片水晶的开采 所以还是要被打掉的 还想再分吗 先看家里吧 看下自己的气矿 哦 韵娜这边还是蛮有信心的 我们看一下双兵不停在生产 JALOT现在已经造了三个了 气矿也造下去了 那杰斯大呢 杰斯大目测想直接开二矿 这就是两人的一个想法的区别 相比较一样 我觉得杰斯大打的相对比较主动一些 因为杰斯大双兵一放下去之后 对于娜来说肯定判断对方双兵一 要A他 所以他也是改双兵一 但是他不知道对杰斯大会出多少个了 有可能只出到三个 可能后面又再续了 再长兵也可能 所以对于娜来说 他双兵一还不太方便停兵 没错 他一直从来没有停过兵 好看到对方开二矿了 那可以判断杰斯大应该 他会停一下双兵的 一般来说不会是真的 哇 前置水机 你以为是星际二 可以在前前刷鞭 这个墙来了 哦 反正盔甲电池 杰斯大很聪明 知道自己停兵可能一开始打正面打不过 哦 不过这个 这个电池 12345 5打4 5打5 好的 好的 应该那个电池盔甲能够造出来 现在 哦 前置水机 原来是造两个盔甲电池的 太有意思了 盔甲电池 对盔甲电池 杰斯大是先打 其实现在云南应该往回撤一撤吧 对啊 你没必要等自己两个盔甲电池好了之后再跟对方打 反正现在都是足场作战 对盔甲电池来说是这样 但是对于援军的续兵能力来说不就不一样 也是盔甲电池 有意思了 这个双方 你都想可以拼一辈子操作啊 只要盔甲电池足够的能量值 哦 刚才脱弩命过来了 对于云南来说因为他器官好了 待会我们看一下 控制核心好了没有 BY 没有 没有的话 你这个 跟杰斯大这么耗下去的话 我相信 主场作战的杰斯大应该会好一点吧 尽管兵的数量方面 还是云南这边有点优势 看一下几个冬 这边是五个雷老特 哇 这边好多啊 这边是二四六八九个 五个地宝 地宝能不能超出来 如果地宝能出来的话 应该可以防住 哇 这边刚才云南超出的那小失误啊 他可能鼠标 框住所有的雷老特的鼠标右键点了自己的电池 老子后面有几个雷老特有点发呆的感觉 好 地宝出外了 哇 非常惊险的一场攻防战 好了哇 而且这个投资成本说实话也蛮大的 也是蛮大的 怎么再补个地宝 用地宝慢爬流吧 往前慢慢延伸 我们看看家里面 这个段路也是后面才补的 其实他是先补两个电池 然后补电 补段路之后再补地宝 光用电池 盔甲电池来给对方消耗的话呢 只是拼操作 但是有了一个地宝的话就完全不利用了 哎呦 云南干嘛了 完全认不清形势啊 他觉得自己的雷老特多就可以 强行把对方雷老特拆光再拆掉地宝吗 你得不问问这些农民呢 这作何感想 好这边也是准备开一片二矿 但是二矿要比对方慢很多啊 我们有机会可以看一下农民数量吧 怎么看农民数量 我们今天用了这个高科技软件 控制核心 啊 这个BY的科技时间还是 云南要快一点点 但是前线实在有点顶不住的感觉 所以说大家都有盔甲电池可以加血 但是对方 杰斯大毕竟可以 援军可以尽早赶到 从大渡场作战 哇还在出龙骑士啊 所以农民数量拖的有点多 主框农民并没有保护 但对方有地宝啊 你光有龙骑士 跟对方拼的话也不是个好办法 这边可以把两个夸卡电池打掉了 一旦没有两个夸卡电池 我相信 云南也不会在这个地方练战吧 这次打的很小心 地宝是慢慢往前延伸的 而不是一个跳跃性的直接往前造 因为他也怕对方的龙骑士 骑士把地宝点掉 哎哎哎 云南云南云南 有点龙骑士射程 这个时候如果光是正面防守的话 我相信 杰斯大一定是没任何一丁点问题的 所以对云南来说 你真的要进攻的话 得想点办法去破这个口啊 我们看看有什么办法 捕到四个兵就是办法了吗 哎呦目前看来只是捕到四个兵 想要透矿吗 其实现在 哦 杰斯大三兵 四兵 鱼亚造好的话 待会再来御处之和 英雅春的配合 因为经济方面 确实杰斯大要更好一点 所以两边如果按照这个速度 你想去偷三矿的话 那么云南肯定就积极斯密达了 看他有没有这个勇气啊 要钱不要命 云南只有四兵 有 哦 家里还补了一个地方 很小心 现在杰斯大也在猜 对方到底家里面 是持续的全力出兵 还是在潘科技 先在这个高铁岭上面做一道防线 部队看上去差不多 看上去差不多 操作一下 只能双方做个消耗吧 我觉得云南对援军感到的话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防队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哦 幸不过现在可以利用龙西 是数量的优势 干点小便宜 有鱼啊 干嘛啊 没对这么拼吧 数量没对方多 刚才也拼了 如果刚才直接往下 走一走 等援军上来再往前A的话 可能会好一点 果然还是直接拼个消耗 3打3 还有对方操作 一拼个消耗 保存一下 还拼不过 鱼啊 我们看有没有 金甲虫的建筑还没有 还有兵吗 出兵速度基本上是一样 这边第五个兵营了 金甲虫 感觉杰斯大还是比较擅长用金甲虫的 从第一局的表现就可以看出 虽然只有四个兵营 比对方少一个 哦 吓死我一大跳 还以为是VR要空头去 为什么我都抢先一波 六一拳 看杰斯大有没有开三框 杰斯大现在也是想直接把对方打死 因为蛋糕店的蛋糕 已经做完了 大家再不去订购的话 明天就要收掉了 好杰斯大现在不准备冲了 摆出了一刀零 那要不咱开三框 好 还是等这个预处置好了 出金甲虫进攻吧 哦呦 富贵险中求啊 这也行 好还是要出引刀 来拖一下时间 出引刀的话其实杰斯大已经 时间已经很长了 四个人都会有叮噹 我们看这三框 九框是没什么智慧的 二框也没什么智慧啊 哥哥 你就空头领刀才有智慧 只有空头领刀 好看到最方三框 其实这个三框看到的话 对于那儿说其实压力 心里不大 心里压力不大 因为自己其实也在外面投三框 而且发现你的三框还比我多慢 哎呦又是个叮噹 又是个叮噹 是来补个炮啊 哎呦没不死 这都是闪电兵 这边有金甲 现在金甲就有闪电 但是哥们现在闪电还没升至完毕 好的 我觉得要一击必破了 要一击必破了 任何选手在我们的颜色位置们面前 都是浮云 首先出生点位在上方 首先又是眼帘 然后呢 颜色又是黄色的 所以真正的颜色位置们 每个项每个元素都领先对手 所以这三框真的 真的不应该开 富贵险中求啊 富贵是好啊 但是不要忘记 为了一些虚无缥缈的富贵 付出巨大的风险 在前期这金甲冲还是非常给力吧 相比较那个闪电兵 哦呦 还有一半时间 这个红年马月 出引刀的话 我们看看 我这有叮当的呀哥哥 这个是绿色的吧 好引刀 还是靠引刀 这是解释到失误啊 以人上看一个前线应该有引刀的 有叮当的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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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缺点了 没有任何的弱点 说起这句话又让我想起昨天看到的 咱们的Stock 很多人说咱们的王健康 健康王长得很像Stock 侧面有一个角度是蛮像的 缺点 三抗已经运出了 呦 这你还想星星之火燎原 也要说速度好了 但是对方有金甲虫呀 哎哎哎 Yes I really 金甲虫如果放在这里别花 这些的罗特也都是 至少挨了两三炮了 又惹了这些冲有金甲虫的震惊 啊 这个路口 这个路口 哎呦叮当 诶 杰斯带有个叮当 差一点点掉 人口是 YUNA这边86人口 而杰斯带已经是123人口了 三抗 基本上又跨扬满夫和运作了 绝对欣欣向荣啊 还准备开4款 你能给人点活路吗 我这篇风光没有让杰斯带发现 这 这也可以给杰斯带扣点分 也小技 小技 小技 小技这方面还是 可以扣点分的 对杰斯带来说 这个状态要想战胜疯子 还是比较困难 现在疯子已经成为我们本次中海对抗赛的 多关热门 这大人物了 大热门 这装个电兵 哦呦 哦呦 这泡红豆再结结实实 哇 再来 哦呦 YUNA你在干嘛呢 这不能忍啊 你就没有进甲虫可以反击一下吗 用闪电变的是反击 你老头上去 哎呦 把地方点点点点点点 但是进甲虫没死呀 及时的收到了运输机上面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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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 哇 米餐里的老鼠 米餐里的老鼠 My God 几个 哇 一下子又是11个农民 现在22 29 7个 米餐里的老鼠 34 我又是几个 你敢放下让我看一眼吗 哎呀还能活着回去 这我要摔键盘了 这 这还能回去 37 37个单位 哎哎哎哎 哎呦 但是这个英雄金甲 我们还是永远会记得他了 英雄金甲一死 所有的群众们已经不能淡定了 为了金甲报仇 然后大部分部队全部都送掉 三路了 真的路了 敢把我们的英雄金甲图腾给打掉 战层比再高 我也要充斧他 也不过你还别说 这根本你还能开出第一 这是第三篇分框 本来是第四篇分框 好 好了 我觉得他这这波战层比确实伤得有点严重 看着你 那谁叫我们冰多呢 谁叫我们冰多呢 用冰还来 填掉你 真破口了 真破口 进去 真是进去了 好 一呐 嵺娜交喘了一声 啊 还可以把地方进去 怎么办 现在呢 哦 风框发现了 发现这枚风框就可以打地址了 恭喜杰斯塔2-0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